熱門話題 這件事我也是昨天才看 因為前幾天已經開始不斷瘋傳這件事 大家也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我都說一說 順便也看看今天有沒有人打比賽 話說其實封面的那個人 我也是今天才看真正了解過什麼 這個人真正了解過什麼 這個人就是一個美國的華裔人士 就是一個Youtuber 早前6月初他就在香港做一個旅行 去到香港旅行 其實他的影片我也有看過 第一條影片我也有看 因為我不懂英文 而且他的英文 一卵嘴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想這些應該只有美國 我的口音才能聽得懂 就算我想是美國人都要認真聽聽他說什麼 但通常這些英文 只要聽到一兩個字再猜 我覺得是 就不像中文這樣 要很留心聽完整段 英文應該是聽某幾個重要的字眼之後再判斷 所以我一開始就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去找中文字幕 這些這麼容易爆的影片 就一定要有這個中文字幕 那我就看這個中文字幕 其實一開始這條影片就是 就是 就是說他去這個香港旅行 然後期間就不斷在問人 問人有些什麼呢 問人有些香港的一些妓女 在哪裡 就是問了多少次呢 我沒有數到 但大約都起碼有四五六七次 四五六七次的幾個次數 等等 先看看 然後也有問 什麼這些呢 指著那些 不知道是那些 那些豬大腸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不吃豬大腸那些 那好像豬大腸那些 然後指著 問朋友 那些是狗肉還是什麼 然後就說 不知道是貓還是狗肉 就是牽涉到什麼 吃狗肉還是貓肉 說 就是說我們香港的文化 就是飲食文化 就代表什麼吃香 牛雜牛雜 我以為那些什麼豬大腸那些 那就 暗指我們的香港的飲食文化 就是這個吃狗肉吃貓肉 然後再跟他的美國朋友說 就說什麼 我們應該要嘗試這件事 那鏡頭就沒有了 之後那段片都不斷在玩東西 整段片都不知道做了什麼 我就算 即是怎樣說 我不 即是討論回他的行為 那其餘我就 就不討論 討論完他的行為之後 再討論他那個影片的質素 我想討論一下影片的一些剪接效果 我覺得這件事很白癡 一定要說一下 然後 即是說完這個吃貓吃狗 接著又去到這個M記買東西 去M記買東西 接著又問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店魚問他哪裏有 哪裏有什麼 又問他哪裏有妓女 非常之多的字眼出現 接著 在下一個鏡頭又有另一個 就是他吃雪糕 吃一支雪條 不是雪糕 吃一支雪條 接著他就說不想浪費 接著就給了另一個 給了另一個老爸 給了另一個香港的老爸 接著給他吃 接著一開始那老爸都說不吃 接著那個另一個肥仔朋友 接著就說 Eat it eat it 接著就逼他吃 接著他們又很開心 又笑 接著那段又剪了 對了 等我等 還有一段 最後那裏還有一段 因為 通常 這個 香港 晚上 大概11 10點 11點 那些店舖會開始關閉 開始關閉 然後 有個肥仔朋友 就衝進那個店 那個賣鞋的店 衝進去 然後問 不知道 想搗亂什麼 就問他開不開店 然後店員已經說 close 然後他就說 還在搞笑 那個肥仔朋友還在搞笑 說這裡不是賣衣服 不是賣衣服 是賣鞋 然後在笑 人家三宅的時候 走去搞人家 很白癡的 不是賣衣服 說的是誰 說的是封面 那個非常有出名的 那些人 很出名 非常出名 他還要到處問人 你會不會 誰 還要問 還有一段 問有一個 做珠寶的女生 看見他挺漂亮的 不錯 不過他就問他 一開始問 周圍問人 會不會他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know what Ricegum 他有名字 然後過都說 不知道 最後問那個美女 珠寶姐姐 他就問 Do you doot Do you know what Ricegum 對 大家自己猜 這個字 他不斷問人 就表示自己好像很紅 的確 在其他地區 他可能真的很紅 但在香港來 我們真的不知道 有這個人 甚至 你認識老鼠嗎 沒有人認識你 真的不認識 老實說 他不出 某程度上 這個人 如果不出這種訪講片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 有這個人 因為其實 講到知名度 就算你的國家 非常出名 也好 去到其他國家 你都是 跟其他國家 一樣沒有分別 都是代表那個國家的人 不會說 一千萬地很厲害 除非你掛著狗牌 說自己一千萬訂閱 可能也有些人 可能也有些人會跟你聊聊天 不過你這麼弱智 性格 好 先拜拜 但是 我侮辱 其實都 非常多是侮辱 就是不斷 不斷在這段影片 說什麼妓女 問人妓女 哪裡 又問人吃貓狗肉 然後又 吃過的雪糕 雪條給阿伯吃 還有就是 左人收 我跟你說 香港地 最討厭就是 左人 左人收鋪 我跟你說 已經在下閘 那個肥仔Fan 又是智障 兩個智障仔 可以說是 接著就 在山閘的時候 還要衝進去 真的 神經病 然後那個人 已經說close 已經是收了舖 他們還要不斷在這裏 就是 坐進去 叫做 對呀 國際化youtube 只有幾個 就算只有幾個 都不會太到 太到惡劣 不斷在這裏 出現 出現中傷人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就是侮辱性的言語 可以說是 他這個真的侮辱性 對呀 其實他事後 也有發了一條影片 就 聲稱是道歉 聲稱是道歉 其實整段影片 都在說 叫我們誤會了他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那段 呃 什麼 就是說人家翻譯他的影片 他是翻譯錯的 誤會了他的意思 我其實都弱字 其實那些 英文上來講 那幾個字 你不要告訴我 是關心人 或者問候人 老實說 我真的不相信 你在美國玩 可能是 但其實香港就不在這個層面 就不在這個 就不同的另一件事 你在美國玩這些笑話 可能美國人很瘦 他這個人 在youtube上 有1000萬訂閱 一千萬訂閱 這個人 哈哈 有沒有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 我這裡不方便給了你 但是 不應該再搜尋 應該 不應該再搜尋 你應該直接聽我說 可以 直接聽我說就可以 你想知道什麼都 我都可以解答你 因為我今天都看了一兩次 都幫他賺了 賺了錢 不過不要緊 應該都有很多人檢舉了他 哈哈 哈哈 你笑我 你說英文很差 對呀 他一開始來到香港的時候 那個肥仔Fan 隨便一個香港人就問他 你聽我的聲音 知不知道我來在哪裡 其實我一開始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因為我真的聽這些口音 我真的不懂他說什麼 老實說 一開始我都聽不明白他說什麼 之後看回中文字幕 原來就問什麼 什麼 What do you think 賣蹲 最後我聽得明白賣蹲 那兩個字 但是不明白 之後看中文字幕就知道 你聽我的口音是來自哪裡 整句的意思是 整句的意思是 嗯 我素毛毛毛毛毛毛毛 好像有一個 要拍下來聽 啊 他說在香港找貓救我來吃 那一部分簡直是無知 對啊 完全是無知也是侮辱性 老實說 嗯 好了 那些人說越南人 啊 叫他講中文 怎麼才可以遇到 夠高等級的得戰 嘩我真的不知道 這方面真的要問問我們 因為成員KU KU真的瘋了 開了都是八、九等級的 哈哈 他是亞洲人 但是呢 美國長大 哦 就是都是只懂英文 以為自己生長在英文高人一等 然後又 走到你香港地頭 在那裡扮好型 扮好勁 扮好勁 全身都名牌Gucci 我看到他一開始的時候 啊 啊 是ROBOSS ROBOSS我都很久沒碰 我知道你說什麼 對呀 就是說一把紅 熱包傳承的 一個的 什麼 啊 哼哼哼哼哼哼 不是你明不明白我口說什麼 是嗎 不是問他出 不是問他來自哪裡嗎 我見 我見字幕不斷說 但是 啊 哼哼哼哼哼哼 要衝主線上升 是嗎 但是我開的都只有三四 如果這裡 哈哈 然後再討論一下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都討論完第二 第二條片就說完 就是說他 叫做道歉 但是其實都不斷推卸 就說人家 又說人家翻譯錯他的片 又說人家曲解他的意思 總之 總之 不肯認錯 老實說 還有沒有位置可以加 暫時沒有 哈囉NG 反映了現今社會的部分 質素嗎 這個應該是文化地區問題 不過他文化地區問題 也不會去到其他國家侮辱人 老實說 因為他自己聲稱 就說他那個美國的文化 就是一些搞笑的文化 呃 是那些叫做 什麼黑人笑話 還是什麼東西 就是好像 真的假裝是有趣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哈哈哈哈 那些 好像是這樣 我不是很熟悉 什麼黑人笑話 什麼鬼 因為我小弟是看動篤笑的 一定不會給黑人笑 白人笑話 這些我就不懂了 哈哈 新聞台 剛剛 剛剛這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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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幾天有宗大事 說一說 也有看新聞 嗯 對了 說完之後就說說他影片質素 其實影片質素 我一開始看 已經不是很想看 老實說 就算 就算你說 可能有個人推介給我 哇 這傢伙真 很搞笑 然後給我看 我可能開10秒就關掉了 啊 美式笑話 哈哈 啊 事事啊 跟他都是華裔 有些人是 是正常的 是啊 其實我看了10秒 看了頭10秒 已經覺得很上色 因為為什麼呢 他整條影片都不斷在那裡搖 鏡頭 哇 真的看10秒已經很暈 老實說 因為他 他的攝影機 又不斷左右搖 左右搖 而他自己拿手機的時候 又左右搖 他究竟 究竟有沒有想過 想一條影片可以安安靜靜地 固定在一個位置呢 他真的 哇 哇 我真的搖到我的頭都暈了 簡直 哈囉 這是高質 哇 原來這條高質 唉 我應該要去美國發展一下 我應該要去 就這樣到處亂說 亂說24 然後就拿到1000萬 他究竟怎麼做到 我真心想知道 真心想過去見識一下 這個文化 喂 不錯 又有發達大計 哈哈 哈哈 但是我們反過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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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那麼忙 在香港玩起來 是不是被人打死 對呀 香港那麼大壓力還在玩這些 可以馬上收到他 可以 有位可否加我 可以啊 等我一會兒 等我拆完無屬性 哎呀有無屬性啊 誰的這個 唉不理那麼多 嘩拿第二 那都成千萬 對呀成千萬 訂著 這個世界公平嗎 真的要出什麼 啊 啊 啊 哪個啊 陳錦雄那幅 這個世界公平嗎 完全不公平 哈哈 想看他怎樣弱智 對呀 那些人就是看他怎樣弱智 美國 那些人也是 真的不說美國 就算香港也有一部分 是喜歡看人死的 喜歡看人死的 看人死的 這個 這個 某程度上 這個反映了人 人的一個 陰暗面 可以說 哈哈 這些叫沒有剪接 那些人說夠真 可能也是 他就算真的剪 只是剪那幾個鏡頭 即是怎樣說呢 譬如你有一段在公園拍的 另一段又飛去機場拍 然後剪了中間那段 就變成兩段一起 這樣 然後他 他譬如在公園裡 接著就沒有剪過 一路走一路拍著 然後就算要剪 也只是剪第二段飛機 即是機場那些畫面 嘩 一頭都暈了 這樣 不要變十萬訂閱 神經病 多謝一個美國發展 學到流利的英文 對不對 現在馬上要學流利的英文 準備要過去做智將 哈哈 你做智將也有一千萬訂閱 嘩 真是正常 叫正常的情何以堪 哈哈 一千萬訂閱 這個人 嘩 剛才 如果那個封面是我 發到豬頭 這樣 發到豬頭 一放 隨便放一條垃圾片 然後到處嘻嘻 或者再請人做妹 請人做妹 再做個什麼 再做個 搞笑 搞個氣氛 裝生氣 然後後來事成 發發賺錢 嘩 這些還不是發達大雞 發爾達傳說 真是 嘩 被人踢爆了最多 是不是道歉 哈哈 他的成就 一百萬訂閱 這個人 一百萬 不是 一千萬訂閱 對吧 我沒有記錯 我不是記錯了 一千萬 一千萬訂閱 真是低能 你試試在香港做Youtuber 拜拜 一千萬訂閱 大哥 這樣做 低B仔也有一千萬訂閱 然後那些影片 又是低能垃圾到 隨便在香港Youtube 收拾一件都很像 Bang哥也比他厲害 為什麼Bang哥比他厲害 因為他有後期剪接 有字幕 看得舒服 他 那個鏡頭 嘩 不知道在玩什麼 海盜船 還是360度的洗衣機 嘩 嘩 嘩 他不是有放道歉片嗎 已經有道歉 過了一樣 雖然 對